MING PAO CANADA 組合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最新一集的Block Corner 我們今集說一些新的東西 今個月月尾 23 日會上的 Asuka 大家記住是會同一時間上兩集 即是一二會上了 這個有個表給大家參考 這個是在starwars.com official那個 大家就可以看到這麼多集的阿蘇卡上架的時間 是星期三來的,是嗎? 是呀,逢星期三 其實就不是抓數的這個 抓數的我們還沒做的 但為了大家可以享受阿蘇卡 我相信星河大戰迷不陌生 但如果大家看不齊 阿蘇卡是一個空洞的人物 就不是任何電影出現 雖然他接下來會在 Dave Filoni那套《Hell of the Empire》 《帝國繼承者》聽說會出現 但他始終是一個動畫轉為真人的人物 為了幫大家重溫 我們就在網上集了網民智慧 就抽了一些範圍出來 大家如果想看阿蘇卡 知道多些阿蘇卡這個人物的背景的時候 我們這裡有個表 即是看之前開心點 這裡有條單,大家跟著這條單可以抽一些範圍出來看 我們現在這一集的節目就會幫大家 高夫這條單究竟是甚麼打甚麼的 我們就順一個《Chronical Order》 即是順時序跟大家說 主要如果你有訂閱到Disney Plus的話 就全部可以看完,絕對沒問題的 還有中文字幕 沒錯 相信大家如果在喜歡看這個阿蘇卡系列之前 就不妨做好一點功課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就認識阿蘇卡這個人物 如果你有看過的話 就重新溫習 導演也說了 導演和演員都發聲 其實是《Webos》第五季 但是不看之前發生甚麼事 是沒有影響的 你也可以繼續欣賞這套電視劇 只不過是看了之後 你會覺得興奮一點 開心很多 為了大家的欣賞度可以再提高 我們就開始了 好 先拿一條名單 這條名單我們會放在我們留言頁下 大家不用停下來 看我們的留言頁 直接把文章製作出來 你跟著看就可以了 有些我也沒看過 真的看不完就看不完 大家看到 你知道現在每一天有多少東西看嗎 那就開始了 首先開了你的Disney Plus 阿蘇卡的人物 他不停在《Cone Wars》出現 反而我覺得他是《Cone Wars》的主角 是的 基本上他是由小到大去講他成長的故事 阿蘇卡就是Elegan的徒弟 好啦 整個故事的開始是怎樣呢 這個我們是順故事的時序 不是順動畫製作的時序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 順時序看 把握人物的成長多一點 好笑 好 我們第一個說是《Tales of the Jedi》 這是一個新的動畫series來的 在Disney Plus 上可以看到 這是短的動畫 比一般的《Cone Wars》 episode 就一半而已 約束15分鐘左右 好啦 有關阿蘇卡的故事 第一 在《Tales of the Jedi》裡的第一集 《Life and Death》 就是說阿蘇卡是一個嬰兒 他媽媽或者他的家族 或者族人怎樣發現 他有《The Force》的能力 這個很短而已 大家就看了他 生與死 而且《Tales of the Jedi》的動畫 製作水準很高 你現在看回頭 你希望《Cone Wars》裡的動畫 都可以回到製作水準就好啦 雖然你差了這麼多年 對,差了十幾年 好啦,我們進入複製人戰爭 《Cone Wars》裡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其實《Cone Wars》的第一套是電影 他當時是做了一個長篇的動畫 放在戲院上 香港都有,我也有進戲院看的 我也有進戲院看 這個《Cone Wars》的Pilot Movie 就介紹了Asoka這個人物出場 是 而且展開了《Cone Wars》這個動畫系列 最初不太明白 為什麼突然會有卡通版的動畫 是 是,進了戲院看才發生什麼事 是 然後他就順序下去 製作了電視的《Cone Wars》動畫 是 或者說一說一件事 其實當初Asoka這個人物出場的時候 粉絲是非常討厭的 是 但Asoka這個人物 其實就是Dave Filoni 和佐治努卡斯的共同創作 當初佐治努卡斯說 不如開一個新的動畫系列的時候 就跟Dave Filoni談 我們要做一個新人物 這個人物是原本的 但是又要貫穿整個《Cone Wars》 亦要跟電影裡面的角色 是建立一個關係的 他們想到一個徒弟出來 雖然在電影是完全沒有出現過 但是在《Cone Wars》裡面 他是非常吃重的角色 於是他們就想到 創造了Asoka這個角色 Pilot Movie裡面 就是說Asoka怎樣第一次成為 Elegant的徒弟 其實他們是有一個任務 要去救Jabba的兒子 BB BB Java 是 因為如果他們成功的話 他們就可以利用 Outer Rim的空域 進行Cone Wars運兵 各種調配 因為Outer Rim是法外之地 基本上是由黑社會控制的 共和國的勢力是無法伸展到那裡 他們是一個很堅固的做法 就是要跟黑社會說數 剛好Jabba的兒子被人揭露了 其實不是剛好 其實整件事是開始了 不劇透太多 大家追來看 這個是第一個 所有東西的原點 好,接著進入TV動畫 這裡有一條列列給大家 我們只是抽了一些主要的圖案 如果大家有興趣看 重溫整個空域也沒有防 但如果時間有限的話 即管順著這條列列去看 Season 1 第13集 Jedi Crash 就是講Asuka和Elegant 去進行一個增援的任務 在任務裡面Elegant受了重傷 他們為了逃避Droid Army攻擊 他們就做了一個盲跳 去到一個地方 現在太空船就聚落了 Elegant因為受很重傷 變成Asuka要擔大棋 所以要想辦法怎樣活動 這個是第一次 我覺得Asuka有些吃重的責任要扶 OK,接著第19集 Storm Over Ryloth 其實Ryloth 是一個故事畫 其實是連續三集的 如果沒有記錯 但這個是第19集 是這三集裡面的第一集 這一集的主題 其實就是講Elegant 怎樣幫Asuka 從失敗之中 recover 回來 成長的故事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完 接下來的兩集 如果沒有時間看完這集 其實也是OK的 Storm Over Ryloth 其實就是講他們要突破 Droid Army的一個Blockade 去奪回這個Ryloth星 Ryloth其實就是Triglick的武星 Triglick就是頭後面有兩條尾 的族人 大家經常看到的 在Star Wars裡面看到這些族人 他們頭後面兩條尾 例如Jabba的秘書 或者跳舞女郎 或者其中幾個Jedi 都是Ryloth 來的Triglick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 看完另外兩集 就在第19集之後 第19集是Storm Over Ryloth 然後就是Innocence of Ryloth 和Liberty on Ryloth 這幾集 這三集就是一個故事畫 就跳入Season 2 第六集 冰工廠 冰工廠 這個就是Luminara 和Elecund 要去破壞一個 叛尼軍的冰工廠 在這集裡面 Asoca也是很吃重的角色 為什麼這一集要特別選出來 和大家講一講呢 因為這一集其實是埋了一個伏線的 就是Asoca去到Season 5的時候 其實是離開了Jedi 原因就是有一個冤案 Asoca被冤枉 被他另一個朋友的Jedi冤枉 對 變成一個Jedi的叛徒 所以大家如果看了這集 跟著我們講第五季的時候 就會講到 記住這一集 就是Weapons Factory 還有一件事想說 其實整個空窩裡面 那個動畫裡面的排列 是不跟次序的 是的 是的 那外國有人很好 就是已經分好了 其實如果你是想跟這個 跟回這個次序去看 它有一個List 可以跟回整個次序去看 這個List 我們看看怎樣放在下面 就會很長 所以大家就 或者我們貼在Facebook 聽著 跟著我們貼在Facebook 跟著我們貼在Facebook的連結 在我們的留言頁上 是 好 那跟著 再下去 Season 3 Season 2 選了一集 其實就 沒太大 Season 3 比較重要 我覺得 2和4 就不太多Asoca 重要的東西 但是 Season 3 我覺得 對Asoca 這個角色的發展 就很重要 所以我們選Season 3 就選得比較多 所以 Season 3 這裡 首先 這個 這個 有Asoca 但就不重要 Season 3 第15集 至第17集 第15集 第15集 第16集 第16集 第17集 第17集 就叫 Ghosts of Mortis 我稱之為Mortis 的 Story Arc Mortis 其實是一個 不是存在在這個宇宙 但是在這個宇宙的空間 是 它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它是沒有一個 一個星球 你可以看到 而且它 這個宇宙 是輪轉得很快的 在日後的時候 所有生物 都會很茂盛地 生長 很蓬勃 但是一到入夜 所有東西都死了 然後又會有暴風雨 你無法自在湖外生存 它這個 這麼古怪的地方 又不是現世 它有一個稱呼 叫做 World Between Worlds 如何譯好 世中世界中界 但是它的入口 就遍佈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是很神秘的 找不到的 除非它想你找到 否則你是找不到它的入口 住在Mortis裡面 就是 父 三個角色 基本上已經是半神 就是父 母親 父親 女兒 兒子 就是三個角色 這是否影射聖經裡面 聖父聖子 聖靈 我們不在這裏討論 網上有很多這類 解剖 Dave and Lonnie 大家有興趣 自己在網上找來看 因為他也有人說 這三個角色 其實是代表原力 中那邊的原力 和姦恩那邊的原力 阿呂是代表中那邊 阿呂是光 阿呂是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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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就是原力 就是平衡這兩個暗 這次Azuka的預告 曾經出過一幅壁畫 其實都是有少少 能扔到這三個角色 其實有兩幅壁畫重要 不過我們一會兒 再說 Webos 的時候再說 是 之後再說 這個Mortus 的圖 對角色不重要 但對故事重要 因為後面的東西 全部扔到這裏 好 然後 Season 3 第18 至第20集 就是The Citadel 這個又是有阿呂是 但又是未必是真的很重要 The Citadel 即城堡這個 其實是一個拯救任務 就是講 Jedi Master Peel 被Droid Army 捕捉了 Elegan 和Obi-1 就要帶著Cody 和Rex 就執行一個拯救任務 一隊很少的人 以他突擊隊的形式 就滲入The Citadel 嘗試拯救Master Peel 和他下面的一些警察 這個我們也第一次看到 就是Tarkin 即是彼得古城 在New Hope 裡面的角色 就是Kong Wars 第一次出場 這個拯救任務 其實是非常之慘烈的 最後是不成功的 雖然他們守得住 這個Master Peel 帶著那個秘密 但為什麼我會選這個 episode出來呢 除了Asuka 看到他有個反叛性格 其實好像Elegan 他也是不聽話的 雖然對角色 你說反映的成長 是不是很大呢 又不是 但故事的背景 其實是挺重要的 為什麼呢 你知道 Kong Wars 裡面 其實複製人士兵 是有一顆晶片 晶片 是控制他們 執行 最後就是我們知道 他執行66 這個就不在這裡 一會兒再說 但先介紹幾個很重要的人物 第一個就是Fives 即是空兵Fives 即是五仔 為什麼叫五仔呢 因為他的編號是CT 五五五五 四條五 所以就叫Fives 即是中數的五號 五這個人物是很重要的 因為他一直在Kong Wars 裡面 都去到Season 6都有出道 而且如果你看Season 7之後 你要知道這個 我們叫Biochip Conspiracy 這個控制晶片陰謀 這個東西 你看到這三集 你就有一個底子 而且這個底子也都建立了 在另外一個角色 就是Black Batch裡面 Echo 我們Black Batch的隊員 你知道你有一個角色 叫Echo 對 Echo其實就是在The Citadel 這一集裡面 他本身是一個Arc Trooper 和Fives是同期晉升 他們是同一個Batch 但是這集裡面 劇透也不要緊 Echo就是以為他是殉職的 但其實原來不是他 是受了重傷 被這個叛軍 捕捉了 把他改造成半人半機械 是 就用科技去抽取他的記憶出來 由於他是一個重要 即是Arc Trooper 他掌握了很多 共和軍軍隊裡面 很多資訊 strategy 各樣東西 分離軍就抽取了他這些 這樣的知識出來 他寫了一個algorithm 去測試這個共和軍 怎樣行軍 進兵 等等 有一段時間 就打到共和軍 落花流水 最後有一個任務 就是他們去找出 究竟為什麼 Droid Army 可以這麼容易測試到他們 最後就發覺 Echo是沒有死 還在 他們救了Echo 也同時摧毀了Droid Army 這個algorithm 這個有遲一步才說 離遠了 不過這個也重要 The Citadel Arc裡面 因為我們不排除 在Ahsoka裡面 我們會再見到Rex 然後再移動 又是Season 3 21集和22集 又是同一個故事 上下兩集 就是Padawan Lost 就是說Ahsoka被蜥蜴人捉了他 大家記得蜥蜴人 其實就是在帝國反擊戰裡面 是Auntie Hunter的其中一個 蜥蜴人捉了他們 就放在一個島上 當他們是獵物 說一個東西 大家就明白 Predator 就好像鐵鐵戰士 那樣 蜥蜴人去搜捏這些 Jedi Younglings 當成一個娛樂 或者一個 他們文化裡面的Ritual 就是成人禮之類 在這兩集裡面 跟他們之前一些被捉的 Jedi Younglings 一起 就要想過方法 怎樣 逃出這個荒島 在這集的下半部分 也都看到 一個我們很熟悉的角色的客串 原來就是 Chewbacca 這裏也都把 Chewbacca 這個角色 放進去空洞裡面 就建立了為何 無機族人 和Jedi 之間是一個聯繫 所以Predator 1 Loss 這個就是 大家要看 這個阿蘇卡 就很重要 在這個角色裡面 說他怎樣一個人 大隊 展現了他指揮的能力 領導的才能 跳過第四季 因為第四季 有阿蘇卡速場 但是他的成長比重 不多 我們先跳過第四季 去到第五季 第五季 看最後的四集 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第四集 我們稱之為 阿蘇卡的審判 阿蘇卡的審判 就是阿蘇卡的審判 剛才說過 阿蘇卡被人陷害 是 他被人指控為一個 抗亂者 在暗中破壞 進行一些恐怖活動 有很多爆炸 在這個過程裡面 阿蘇卡為了要 證明自己的清白 基本上 他要變成一個叛徒 才可以證明自己的清白 是 他不停被人追殺 追捕 追捕 不是追殺 追捕 對不起 他不停被人追捕 最後他發覺 原來是自己的朋友出賣了他的 師傅又相信他 但又好像做不到任何事情 這個也是建立了一個背景 就是其實 Jedi Council 是很僵化 很多事情上面 不知道為什麼 是被教條主義之配了 雖然阿蘇卡最後 證明了他自己的清白 但他跟Jedi Order 其實已經有一個介替 他認為這個逢隙 是沒法去修復的 所以阿蘇卡最後 離開了Jedi Order 所以你看到這張照片就是這樣 就是在Jedi Temple上 這個很出名 就是明場面 Cone Wars裡面 明場面 明場面 Cone Wars 暫時在這裡 我們又暫時放下 跳回去 因為阿蘇卡已經離開了Jedi Order 我們跳回去 Tales of the Jedi 這個短系列 去回第五集 Practice makes perfect OK 這集雖然短 但它是橫跨了整個Cone Wars的時間 我想那個時序應該是由第二季 一路穿插到第七季 是 你看了這集的話 你就不明白為什麼 阿蘇卡 可以去到一個 對著整隊Cone Army 都可以這麼無敵的狀態 是 這個很重要的 在Season 7裡面 Order 66裡面 看它怎樣就可以了 好了 又回到Cone Wars 大家知道 其實Cone Wars第一至五集 就是Lucas Film自己製作的 但在Cone Wars完結了第五季的時候 其實是腰斬了 沒有電視台肯播 還有沒有錢繼續拍下去 對 因為當時他們在商量賣盤給迪士尼 所以就停了所有這些製作 直到賣盤給迪士尼之後 就出現了 因為迪士尼有迪士尼自己的方向 他們就停了Cone Wars這個系列 一段時間發覺原來他們 新經營的系列都不太行 結果在倉底裡挖回Cone Wars第六季 做到一半的東西出來 繼續做完 那就有Cone Wars第六季出現了 Cone Wars第六季 留意到是比較短的 因為Cone Wars的動畫一季通常有20至22集 有一半是沒有做到的 對 Cone Wars第六季裡 其實幾乎短了一半 如果沒有記錯是只有12集還是13集 13集 對 只有13集 Cone Wars第六季的動畫 完成了Cone Wars第六季的動畫 就敗了出來 第六季剛才我們也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就是Biochip Conspiracy這個故事 就是第六季的頭四集 這個可以倒閉的 如果你只想看Asoca的東西 這個其實對Asoca的成長都不重要 但是對故事重要 這就是講他們怎樣發現 在Cone的頭腦裡面 是植入了一塊晶片 而那塊晶片是強制他們要執行Order66 那就是Fives發現了這個晶片 但又是沒有人相信他 最後好可惜就是Fives帶著這個秘密是死中的 這個秘密雖然有人知道 但基本上就是被封印了一個超級秘密 就不再提了 整件事 整件事封印了 觀眾知道所有空兵的頭腦裡面 其實是一塊Biochip強制他們執行某些東西 我們知道是Order66 因為我們看了第三集 是 就是Apple Sophia的電影 但是在故事的世界裡面 是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因為這個秘密是被封印了 好吧 這四集帶著下去 去到Season 7 看最後那四集 第七季 9、10、11和12 是最後那四集 就是我們叫做Siege of Mandalore的故事 就是講這個曼特羅 就是我們很受歡迎的阿波卡丹 怎樣跟Asoka聊 叫Asoka幫他們去攻略這個曼特羅星 因為當時曼特羅星是被Darth Mow佔領了 他做了阿頭 因為他拿了Dark Saber Darth Mow就做了阿頭 阿波卡丹就要去挑戰Darth Mow 要拿回曼特羅星 因為他覺得Darth Mow根本不是曼特羅 而是一個邪惑的人 因為Asoka跟他本身是朋友 懂啦 所以回來 因為空窩之前 有些雜數是他們會去幫忙 其實是阿波卡丹發現了Asoka 他覺得為何Asoka會在這裏 他暗中幫了Asoka一夜 他之後去找Asoka 就說Asoka要求Asoka幫他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不如看完整個Season 7 其實不是很長的 Season 7好看的 為什麼呢 因為頭幾集就介紹了Bad Batch的出場 所以如果你打算看Bad Batch動畫 頭四集就有Bad Batch 而且有Webos師傅小時候 第一集我沒記錯 不是 那個是Bad Batch的故事 是Bad Batch裡面的 但Anyway 空窩第七季頭四集就有Bad Batch 如果有興趣看 認識多些Bad Batch這對規格外的Clones 就看頭四集就介紹他們出場 接著在第七季的五、六、七、八 這四集就是Asoka在Clorosan 就是《奏刀星》的底層 一個無編故事 就是波卡丹暗中幫助他們一爭 去到第九十、十一、十二集的時候 波卡丹就要叫Asoka去幫他 勸服Skywalker和Obi-Wan 借兵給他們 去攻... 打回轉頭 即是打回曼達羅星 對 那好處是什麼呢 為什麼共和國要借兵給他們呢 好處就是 Jedi Order可以禽獲或者殺死Darthmore 他就用這個來做交換條件 最後Jedi Order就應... 其實不是Jedi Order 是Elegan和Obi-Wan暗地裏 借兵給波卡丹 這些兵因為不可以由波卡丹去領導 他們沒有支援去領導共和國的軍隊 那怎麼樣呢 他們就重新了Asoka 指派Asoka做這個擁護 Asoka就是帶著空兵 跟波卡丹一起奪取曼達羅星 大致上就是這樣 故事的開始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到在第七季最後這四集的時候 那對空兵的頭盔 是很特別的 為了表示他們效忠Asoka 他們把頭盔 由了成為Asoka族人的膚色 以及他們那些紋身的圖案 為了表示他們對Asoka的忠誠 Captain Rex也是跟著他們這隊兵一起去 這個也解釋了在電影裡面 為什麼我們看不到Captain Rex Captain Rex是一個在Cone Wars裡面那麼重要的角色 除了Asoka之後 但是為什麼我們在電影裡面 看不到Captain Rex呢 這裡也解釋了Captain Rex究竟去了哪裡 這四集的故事 其實大家可以當成一個第三集的前傳去看的 第三集的意思是 Apisode 3 Revenge of the Sith 基本上是前傳一點 接著就踏著這部電影是同一時間發生的 這四集大家就看完它了 你就知道Asoka和Rex如何 逃出Order 66 我剛才說的那些 你什麼都可以不看 但這四集我覺得你必定要看 因為很重要 在整個故事裡面的比重 我們先前看的所有東西 加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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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到最後Season 7這四集 是一個高潮裡面的高潮來的 我覺得是 除了剛才說的故事的連繫之外 這一集我覺得也在show off Dave Verlone 是真的有能力去 擔大棋 擔大棋去擔大棋 講一個長篇故事 其實這四集 基本上如果你剪掉那些頭尾 將它拼在一起 是一套電影來的 是一套星戰電影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認識多些 Dave Verlone 或者知道它的能力 其實可以去到哪裏 這四集我覺得很重要 好了 又跳了 好,放下Cone Wars 我們又拿回Tales of the Jedi 這個短系列出來 去第六集 決心 就是Resolve 中文譯做決心 這裏就是講Asuga在Season 7之後的故事 是 那他怎樣隱性埋名 躲在一個 Ulter Wind 沒有人知道的地方 做些粗重的事情 不是湯魚就可以了 哈哈哈 你說起其實很像 Obi-Wan裡面 Obi-Wan躲在一起 也是做這些粗重的事情 始終都要賺錢 要吃飯 在Resolve裡面 Asuga就是耕田 雖然他隱性埋名 盡量避免接觸人 但問題一開始又來了 一接觸人 他的身份就會被保佬 有人篤灰 篤灰 篤灰了他 可能是一個雷尼 結果招惹了Inquisitor 有判官來到 這裏就是講Asuga 一個很重要的 即是很划算 當然這個短片 也講了很重要的事情 Asuga怎樣拿回劍 因為在Season 7之後 Asuga是放棄所有的東西 連Elegant給他新劍都丟掉了 他不是交了劍給Elegant 不,他扔了一把劍,故事有劇頭 C7之後,最後他埋葬了所有犧牲的空 trooper 就是空 trooper的墳前 他本來拿著一把劍,他有兩把劍,他掉了一把,還有一把 他連那把劍都放棄了,拋在Jesse墳前 我記錯了,因為他再打的時候,Elegan是先交一把劍給他 所以他有劍和打魔打 第九集的時候,Elegan是給了兩把劍,重新做了兩把劍 轉了顏色,是藍色,因為之前的劍是綠色 C7最後四集他用的劍是藍色,Elegan是新做的 C7最後一把劍,師傅給他最後一把劍,他都拋棄了 他真的完全跟Jedi的前角,連那把劍都拋棄了 所以最後,C7也有一個小小的收尾,就是Dark Willard 來到 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發現墜毀的宇宙蘭 看到埋葬了空洞的頭盔 以及撿起Asuka 拋低那把劍 作為一個結尾 其實是首尾呼應的 所以說,為什麼好看就是這樣 我不說太,我說不到,對不起 我表達了,希望大家可以看 Season 7 最後四集 即是Asuka 電視劇之前 OK,回來了,Tales of Jedi Resolve 這裡 其實是說Asuka 怎樣再拿回劍 其實是判官的劍來的 是 他拿到那把劍之後 因為判官你記得是雙頭劍 是 他就有兩顆Crystal 他拿到那把劍之後,怎樣淨化這兩顆Crystal 就做回他現在 Mandalorian 第二季裡面看到的Asuka 他那兩把劍是白色的 白色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中立的 他不是Dark Side,他又不是Light Side 同時他不是Jedi 但是他是用Force的人 白色的劍就象徵了他是沒有 有任何Affiliation 他是獨行合理的 所以他用的劍就是沒有顏色 Jedi用的是藍色、綠色 以及紫色 我計算了,紫色也是Jedi用的 Mara Jay和Maze Windu都是紫色 Siep就是用紅色 以及橙紅色 橙紅色我們未來 人在Asuka 入電的TVC 就能看到 Asuka 用的劍就是白色 表示他沒有任何 他不選擇,他是一個中立的 他是一個獨行的人 其實Resolve 如果你看了這一集 你就可以免除去看Asuka 那本中間小說的痛苦 其實那本小說比較長 他有說到他如何淨化 重新訂立了Crystal的 屬性是如何 在迪士尼收購了 Lukas Film 之後 在Asuka 這本小說 但其實那個也不重要 當作是一個背景的知識 如果不免去自己看這本小說 的痛苦 其實看Resolve 這一集 就可以了 故事其實差不多 你最重要是知道Asuka 如何拿回劍 OK,那Asuka這本小說 我們撥開一邊 說到將來真的講小說的時候 我們再詳細講 因為我們上次都提過 在上一集的節目 我都提過 即是把劍的Crystal是怎樣做的 GAME 那個把劍 對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回 連結在這裡 但這個我們暫時撥開一邊 好 Tales of Jedi 完了 那我們就進入 Rebels這個系列入面 Rebels只是有四季 每季都是22集左右 但是大家會看得很開心 對,會看得很開心 Rebels 我建議大家其實是看完的 是 不過我們時間有限 不要緊 跟著你的單看下去 但是下一節回來我們才繼續 因為有一點點長 那一陣見 這個系列入面 是 三十一 雙 還是 是 擅有 其 stes 這 是